好 來 最近有兩位名人 說終於擺脫了婚姻的紛紛擾擾 那就是說 官上一扇窗 這邊的窗戶打開 風景怎麼那麼好 對啊 然後我如果不了解的 打開電視看一下 原來是這樣喔 對啊 真的 王力宏跟李敬蕾這情勢 那之前每天晚上大家不睡覺 一直在等書文 對啊 都在盯著 李敬蕾的官司 勝訴王力宏的媽 後面還有一個問號 加金探號 對不對 問一下社媒說 李敬蕾現在已經走出自己的路了 李敬蕾跟王力宏的官司 其實還在訴訟當中 但是他們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在美國有訴訟 在台灣也有訴訟 那李敬蕾現在是三寶媽 他一個人要帶三個小孩 而且孩子早上的早餐 接送之類的生活照顧 那你知道在美國打官司是這樣 他本人是在台灣 王力宏最近在泰國嘛 他們是用視訊在開庭 所以前一陣子開庭是清晨四點鐘 因為跟美國有時差 那你想想看這個視訊開庭之後呢 四點鐘開完大概快六點了 他在做早餐然後送小孩去上學 所以蠻煎熬的 那為什麼說勝訴這個部分是 因為有去跟美國法庭申請 是不是把這個官司移到台灣 對他也比較方便跟有利 好像這個部分是OK了 你知道這不完全是勝訴 等於只是管轄地轉過來 光這一步李敬蕾說他就忍不住要大哭 就知道其實離婚這件事情 如果你走上訴訟 對雙方都很煎熬很煎熬 但是我認為他蠻不錯的蠻堅強 第一個他照顧孩子 第二個你也不能完全只有孩子 因為畢竟現在是沒有先生的狀態 你也要活出你自己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節目 Podcast上你開一個節目 Podcast就是像廣播節目 有點像廣播 然後分享很多他的心路歷程 或者是粉絲可以問他問題 跟粉絲互動這樣 他光是這個節目上去的第一天 他整個收視率是第一名 收聽率 收聽率是第一名 那就表示就是說 很多人其實是 把他當作意見領袖 那他也蠻開心的 你知道這個前一段時間 大家都是雷神之錘 什麼什麼什麼很煎熬 真的很痛苦 所以大家都覺得 替李敬蕾拍拍手 雖然官司還沒有完全結束 光是官司最後要有個結果 恐怕還要很久 可是至少他已經跨出那一步 那那一步對他來說不容易 所以他才會說 哇他說早餐做完 他自己就想大哭一下 可是卻突然哭不出來 很煎熬 那提到李敬蕾 就要提另外一個 對 講到李敬蕾 李敬蕾算是 你要講架豪門 接下來這位更豪門了 對不對 而且講到說壓抑 李敬蕾還算有大名大放 對不對 他最少還能把苦水吐出來 最少還能夠這個消消氣 對 這個我覺得 麻衣看起來其實更心疼 更讓人心疼 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有這種 可是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麻衣跟王權仁結婚 然後馬上就生了小王子 是2014年 可是他們婚姻 2017年就婚變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今年幾年 2023年 他其實婚姻 這麼長時間都在打官司 六七年 是啊 打到現在 一個人的青春都這樣耗掉了 所以這有算架豪門嗎 沒有啊 之前不是傳出來說 一個月生活費六萬塊嗎 還要十資十付啊 對啊 李敬蕾的生活費是多少 不只喔 李敬蕾生活費非常高 快一百以下 因為他有三個寶寶啊 六萬比一百 對啊 因為他有三個寶貝 而且主要是台灣的這個豪宅啊 各方面費用要付啊 那你相對之下 麻衣其實挺辛苦的 所以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最近看這個照片呢 麻衣跟艾莎 大家可能忘了 這一隊他們是23年前 他們從日本到台灣來發展 艾莎後來三年的婚姻也結束了 艾莎現在有主持一個新節目 麻衣到這個節目上去祝賀艾莎 兩個人不是抱頭痛苦 第一 兩個人的婚姻都結束了 然後他們現在都要重新 再回到螢光幕前 然後開始面對大家 因為麻衣她又講 她至少就是目前為止已經灰單了 就是表示現在是單身的狀態 應該不久之後我認為 她應該也有新作品 就表示這個所謂的豪門婚姻 應該已經結束了 現在就做自己 這樣不是蠻好的嗎 真的 不管怎麼樣就給她鼓勵 對啊 自己賺多少 吃多少 自己的心情是輕鬆的 這也是一段歷程 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夠華麗登場 是 來 接下來我們請教Amanda老師 什麼新作的人 在今年即將華麗登場 現在已經差不多來到下半年了 但是我們還有大半年的時間 可以去好好的期待 那有上榜的朋友當然 因為即將華麗登場 所以上半年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一點點卡卡的感覺 我們從新盤當中的太陽跟上升星座來看 如果你有上榜的話 雖然上半年卡卡的 但是我們下半年即將可以華麗登場了 首先第三名 如果太陽跟上升是在巨蟹座的朋友 我們可以期待的是呢 突破困境困局 然後有一個新的蛻變 好 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特別呢 是在這種我們講說感情的方面 巨蟹座的朋友呢 如果你過去或是我們目前是單身的話呢 其實可以期待在下半年 桃花運勢是非常旺的 然後呢 不管是自己心態上的一個準備好 我可以真正的放下過去的這種不愉快的感情 準備好來迎接新的戀情 或者是呢 這個身邊有很多熱情的朋友 會幫我們先篩選過 然後呢 幫我們介紹一些比較適合的對象 大家知道有時候身邊的朋友很熱心 哎呀你單身我幫你介紹 其實有時候是忙 那種你知道就是 隨便抓一個也是單身的人 就是大家來措合了 但是巨蟹座的朋友下半年呢 我們是說真的朋友有好好的篩選過 幫我們挑到一些比較優質的對象 可以期待 另外呢 如果我們已經有伴侶的話呢 下半年呢 可能跟伴侶的一個互動 也會更和樂更順暢 所以是這方面可以華麗登場的 第二名呢 要恭喜的是 如果落在金牛座的朋友了 這個太陽山在金牛的話 我們說是大膽嘗試 而且可以把握機會 可以把握機會 那特別是在金錢投資方面 因為我們知道金牛座的朋友呢 其實大方向來講 其實這種投資習慣是比較保守的 好 那麼金牛座的朋友呢 在下半年不是說我們要炒短線 或者是太過激進 但是可以去 比方說去諮詢一下一些 有投資經驗 投資有成的一些人士 或者是真的是去跟一些這種 我們講比較專業的理財顧問 好好的溝通一下 去先檢視自己的一些目前財務狀況 然後呢做一些可能比較 我們講說比較這種 不一樣的一個投資的規劃的話 其實接下來的獲利是可以期待的 好第一名要恭喜的呢 是落在摩羯座的朋友了 好我們說呢 踏實逐夢收益可期 你好 聖美姐跟麥哥 我待會兒來說 他都不講話 對有一個 有一個默默在微笑的一個 默默的華麗登場 對默默的華麗登場了 我姐做的朋友呢 我們說其實上半年 不能說工作運不順 但你會覺得說 欸我很多想要做的 好像因為一些現實狀況 沒有那麼順利的進行 或者是呢我心中還是有一個種子 我想要做一些更大的 不一樣的一個事業的話呢 其實在下半年會有一些很好的機會 不管是遇到新的合作夥伴 或者是一些新的這種邀約來到面前 我覺得摩羯座的朋友 都可以勇敢的去嘗試一下 而且呢當我們跨出這一步之後呢 你會發覺實際的金錢收入 也會很很快的回應我們 好所以一樣祝福大家 祝福有上榜的朋友們